动物四天廉价结束 许多国内游客离开花莲 少不了带走花莲名产 在疫情解封后的首个报复性出油潮 也让花莲许多名产业者 感受到游客的报复性消费 不少名产业者比照过年的量来备货 但仍供不应求 也表示短短四天廉价的营收 比过年还要好 动物年假四天 适应许多国内游客来到花东 离开前少不了带走当地名产 而在疫情解封后的首次报复性出油潮 也让花莲许多名产业者 感受到游客的报复性消费 有些名产业者也比较过年的量来备货 人工不应求 在花莲同时有回篮数到 凤梨湾文旦复兴三大品牌的 董事长刘瑞琪表示 这次廉价的营业额 有出乎意料的成长 连新新品牌也一军突起 光客趁着这个连续价 确实来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我们的生意 比去年同期 算是报大量 几乎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出乎意料 我们本来以为想说 生意可能好个两成吧 没想到好到五成 那甚至于比今年过年 都还好了三四成的生意 确实让我们非常的庆幸 不敢说惊喜 因为未来我们当然还是要 做好防疫 但现阶段 我们当然是把握现在 就好好把生意做好 就是因为梳花改通车 那很多人开车来玩 那么开车来玩的光客呢 它比以往的这个 做游玩车的光客 或者是尤其是做火车的光客 买的更多 回来数到董事长刘瑞琪表示 营业额跟去年同期四天 廉价相比增加约五成 跟今年春节比也有成长三到四成 对比平常多了 应该有三倍左右 一次买很多的油 大概都是买到三千左右 三千左右的单还蛮多的 对 然后还有宅配也变多了 惠比区饼铺的蔡老板娘表示 虽然还没时间结算营收 但跟平日相比 确实有两到三成的基本成长 也由于产品没有防腐剂保鲜 所以都是现做现卖 廉价差点供不应求忙不过来 另外像是差点要放员工无薪价的花瓶馅饼 也针对热销产品奶油酥条 廉价钱就加班生产 记者长邦彦华林士报导